《九龍寨城》 過往出現在不少的影視作品 今年五月再有一套鄭寶瑞執到的電影 《九龍城寨之圍城》上映 改編自香港作家如意小說《九龍城寨》 以《九龍寨城》作為故事背景的小說 較為小友 為何會有這個構思呢? 在這題上上 為何沒有人寫《城寨》 反而香港很少人去做 這個地方我覺得 後來看回照片很吸引 這個地方有這麼多發揮 所以順理成章就是很想做 還有那時候是寫80年代 我覺得80年代香港有很多東西吃 劇組在香港斥肢巨額 重新搭建成景和道具 製作團隊如何搜集資料 還原當時的城內環境呢? 真正做城寨的研究是看書 一些文字 另外就是一些圖片的書 最出名的《City of Darners》 下載了很多城寨的東西 另外有一些好像一二的 又找到一些人是真的在裡面開床的 他就告訴我是什麼床 氣氛是怎樣的 甚至有一個演員 那個叫林家棟 都很光手 因為他真的在城寨大 他真的幫我找回一些街坊 剛才說的 他就說是在街坊 我們去看景 還看到一個地 人家在拆樓 那些美術就衝進去 跟別人說 可不可以留下信箱給我 可不可以留下信箱給我 我們連一條木樓梯 人家整個木樓梯拆了 然後Ken 立刻找車來 車了一條木樓梯走 然後我們還原 在景裏自己搭飯 拿回去 沒有了我還不回這條木樓梯 裡面是一個木規畫圈 好像一個木規畫圈 尤其是建築上面 你不會喜歡起到十五層 起到第六層 然後上面再起 再起就再起到五層 這種木規則 對於他們來說是吸引 但這些木規則 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是危險 為何這麼多窮人 因為在外面生活不到 他們就進去裡面生活 因為裡面便宜 其實他們不會一輩子 想留在這個地方 其實他們的生活搞定了 找了些錢 然後他們又會搬回去做 他裡面成在了一種情懷 這就是我在做Research Review 有一個感覺 而我擺了一部戲 戲來拍攝大量 1980年代基層家庭的工作片段 例如《穿膠花》 《製麵》等等 有些的工種現在是多近絕跡 原來還原這些生活片段 正正就是導演的心思 其實我很開始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會拍這些炸鏡頭 其實沒有 是我一路一路拍這個戲下去 我每天對著這條街 我對著這條街的情感 我覺得 還有我們中間真的找了很多這些 真是懂得補牌師傅 包括教師的姐姐 《穿膠花》的姐姐 哪怕你在那裡 抓聖麵的那個師傅 我們真的找這班懂得製造的人 去做 來拍攝這種質地 看看 還有什麼 真的 有些煙的 Moss